全國青聯委員、全港抗疫義工同盟、關外基金主席譚鎮國 歡迎大家收看東林傳媒感言時刻,我是洪感言 今天我們要邀請到全國青聯委員、全港抗疫義工同盟、關外基金主席譚鎮國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 大家好 其實這個關外基金是怎樣成立的?你給我介紹一下 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每一天的確診人數都居高不下 在疫情初期很多物資、發放、運輸其實都是很靠一班義工去做的 他們是逐家逐戶,將那些需要的物資,連發清溫膠囊、口罩等等去派給他們 很多義工也是因為這樣,長期在社區也驗疫 有見及此,我和一班熱心的人士聯同全港抗疫義工同盟 我們就成立了一個義工關外基金,主要是想為這些義工提供一個強大的後盾 讓他們可以無後顧之憂,繼續服務市民,繼續為基層市民提供他們需要的服務 在初期,我們除了在資金上支援義工之外 我們也會在屬下認可的機構義工,如果他們是驗疫提供了證明 我們也會給他們一個五千元港幣的津貼 希望可以幫他們解決一些言微之急 也很感謝社會大眾的熱心人士,包括有很多年輕的企業家 他們都很支持這個義工關外基金 我們在很短時間,我們就已經籌了超過五千萬港幣的款項 我們到現時為止,已經批出超過一千多萬 是作為一個義工的津貼 另外,我們也有搜購了很多的物資 是給一些義工,讓他們在需要做一些大型活動 以及我們現在還要推廣叫他們打疫苗等等 他們都會作一些資助給義工們 其實這個基金我都有些身邊朋友都申請做的 因為的確在那段時間大家知道 我們很多的前線義工其實大家非常努力 冒著危險,逐家逐戶送物資上去 也有些人因為這樣而確產做 當然好在有你們的支持和關心 令到他們有些幫助 在這個過程之中,我知道你參與的活動相當多 這些抗疫活動 其實最深的感受是甚麼 其實在抗疫的過程裏面 其實每一天都有很多令我自己覺得很深刻 很感動的時刻 我們在樂道社區有很多 看到爸爸帶著子女一起去派物資 也有很多運輸的司機是很熱心的 即是他們可能已經要上班 即是他們可能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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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們一放工就過來幫我們 將一些物資運送出來 給一些有需要的市民 因為有很多沙毛大廈等等 其實當時的疫情就是一個確診了 其實基本上全家的人可能已經不能出門 他們確實是很徬徨無助 他們有時是通宵達彈的 都是這樣去幫助市民 在這個過程之中感受到你接觸了很多市民 很多基層的朋友 包括一些移工 包括自己都是身體力行 而你都是作為一個結出的青年領袖 剛才你也說了有很多的年輕朋友 因為透過這個界話裏面 都參與你的移工的同盟裏面 令到一起去推動抗疫的工作 其實在這個過程之中你覺得 我們青年的朋友或者未來是怎樣可以 繼續為我們整個社會可以做得更多事 在我的角度我覺得疫情都繼續持續 很多學生就已經開始上學 但是政府的要求都需要他們繼續每天檢測 是陰性才可以去到學校上課 其實在很多基層的家庭來說 這些抗疫的物資是令到他們會有一定的壓力存在 我在新界青年聯會都是擔任主席 我就連同一班很多的青年人 我們就利用我們自己的資源 人物 希望可以令到社會更多的企業等等 可以令到他們給一些物資我們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譬如是檢測劑 口罩等等 就可以派發到給這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 這個是任何的社會都需要有人去帶領 你肯定站出來其實都是一個榜樣 給很多年青朋友一起去做事 而作為未來的發展 我們當然在看未來的特區政府 即是新的行政長官 他的施政到底是否可以推動更多的年青朋友 可以出來服務社會 其實你對於李家超、阿超哥的 帶美來帶領的特區政府 有沒有甚麼期望 其實我對於後任特首李家超先生 他提出的政綱 其實我都有留意也很認同 我自己也是青年人 所以我都很留意青年人的需要 青年人其實不外乎都是三業的問題 就是這個置業 我相信對於他們來說 在我身邊的青年朋友是最關心的 其實香港也都是 就是還有很多二十幾萬的人 住在劏房裡面 青年人上車難 這些都是一些老大難的問題 我期望李家超後任行政長官 他帶領的新一屆政府 可以真的有成績去解決這些問題 給青年人是有一個希望 也都希望李家超後任行政長官 他可以團結到社會的各界 令到我們可以專注發展我們的經濟 改善我們的民生 這一個我覺得是 我最希望在新一屆政府 我們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除了置業 還有這個就業 你有甚麼想法呢 就業呢 其實我覺得在香港現時的情況 很多創新的科技行業 和一些青年人的資助上面 在創業上 其實可以更加深化地去做的 因為疫情關係 我們可能也回不了去 通不了關注 但是我覺得 繼續支援一些大灣區的青年就業的計劃 我覺得是很有必要 和其實都是很有成效的 置業就業 還有一個要哭業 有甚麼想法呢 教育局可以考慮一下 在國情教育上面要再深化一些 令到那些中小學生 可以更加建立一個 國民身份的認同感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去做的 如果疫情緩和了 我們通道關 也都應該可以再搞多些 例如旅學團或者交流團 我覺得給學生親自去感受 這一個其實是最好的 希望新一屆政府也可以考慮一下 其實剛才你說的 在學業層面 見到非常著重青年人 對於國家的形式 因為今年就是剛剛國家 即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而未來所謂人心回歸 亦都是在香港中中之中 我們要注意和推動的東西 剛才見到 你提出了一些 旅學團或者遊學團 這方面 但我們香港的青年學生 要多些去了解我們的國家 令到大家對國家的形式 可以進一步提升 除了這樣之後 你還有進一步的建議 如何增加我們香港青年人 對於國家的形式和認同感 其實我們都留意到 接下來我們西九的文化區 我們故宮文化博物館 亦都即將開幕 其實我覺得這些 給同學可以認識歷史 令到他們知道國家的發展是怎樣 我覺得這一個其實 都可以令到他們的 國民身份認同感可以增強 我覺得很值得去推動這些歷史的學習 我非常認同 因為對於國家的歷史形式 是有理知道它是來自於哪裡 而同時也對這個國家 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發展 一個前瞻性 所以這個就是未來我們需要更加多的青年朋友 在各方面去推動的 亦都很希望你在青年方面 可以多些去凝聚不同層面的青年朋友 繼續去推動我們香港的青年一代 對國家的形式 今天我們非常多謝 我們鄭國興接受我們的訪問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感言時刻 多謝 好 多謝 多謝